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Alvin说地产 听说这个周末会到30多度了,Nanamo 看看我们的海景,我们需要下水玩了 哈哈哈哈 好嘞,我们来看看4月份已经报告出来了 Nanamo的地产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 到底新出的房源4月份到底是出了多少套 145套跟去年同期相比少了43% 卖的是96套,总共独立物卖了95套 跟去年同期降低了35% 平均价位上个月是81万 跟去年同期是降低了12% 但是跟3月份相比呢,是涨了6% 那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在3月份的时候比较低价的 4月份的时候就上个月 它就稍微又涨回起来了 涨得到大概是6% 所以作为我们买家的我们,这个房源总共的房源在4月底 4月30号到底有多少套房源 那4月底,Nanamo的房源独立物是221套 那跟去年4月底,同期是214套 那其实跟去年的那个库存量或者是说现有的房源可以买的 基本上差不多 它没有说特别多 那作为卖家呢 几只好卖 那现在应该是一个时候,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看看我们的太阳 是好时机的时候,因为太阳好 那海景也好 大家就开始出来玩或者出来买房 就是我们普通说的就是卖房季开始了 就是我们进入春天,我们进入夏天 那个是很多买家在聚集的这一段买房卖房的时候 那我们想想说现在是买家市场呢 还是说是卖家市场 我们算了一下 大约是2.3个月的库存量 那也就是说 基本上在Nanamo还算是卖家市场 因为确实房源不多 跟去年相比起来 我们还没有看到说房源有大涨的这个情况 你房源很多房价就会慢慢跌 但是目前情况是没有 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跟去年200多套 去年是214套 今年是221套 没有没有变 所以房源基本上跟去年差不多一样 那今年就要看看到底买家积不积极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说买家非常积极 尤其是价位非常合理的 那些房子或者是房子特别好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multiple offers 只是说那个房子要有特点 价钱特点要有亮点 或者是说这个房子本身是特别的优质 就可以 那普通的房源呢 很多就没动 你会看到很多房源一般般的 然后价钱有点偏高的 那房子就没有卖出去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买家还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一个状态 怕买高 但是价钱好嘛 那房子本质又比较优质 那一切都OK 好嘞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绕到这 如果有什么想法的 或者有什么评论的 欢迎可以在我们的留言里面来分享 或者联系我们的团队 我们再跟联系谈 好的 那我们看看最后看看我们的海景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